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今天是大年三十儿 一路上张灯结彩 红愁伴着锐血飞扬 我跟老公早早就出发 打算回老家过一个团圆年 当初,父亲在外欠了赌债 突发脑穴栓去世 留下了几十万的债务 家里穷的已经揭不开锅 我没有办法 只能忍痛抛下年幼的女儿 毅然决然地决定 与老公进城打拼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终于在城里打拼出一帆天地 开了连锁的火锅店 直到过年前夕 我与老公才闭店回家 踏上了归途 一路上 我的心里都是极为忐忑与激动的 我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 没有见过我的女儿西西了 也不知道她现在还会不会认得我 在视频通话中 我总是觉得 这孩子与我有些生疏 目光躲躲闪闪 现在 我总算能将她 接到自己身边抚养 好好地补偿这两年的时光 可当我和老公提着 无数珍贵礼物 走进家门的一刹那 我愣住了 只见 我的侄子张家乐 正将一个小女孩 死死压在身下 不断地往甩脸上 甩巴掌 嘴里还念念不停 小贱人 竟然敢咬我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还指望着你爸妈来接你 我告诉你 他们怕是早就已经不要你了 顿时 我感觉整个人都要窒息了 眼泪不由自主地 从脸上滑落 就算看不见那个女孩的脸 但我依然一眼就认出来 那是我的女儿西西 助手 你在做什么 我老公大声怒吼 掀我一步将张家乐揪起来 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上前就是六七个耳光扇在张家乐的脸上 直到她嚎叫声引来了屋里人 我才被老公拉到一边 我妈 我哥还有嫂子急冲冲地从里面冲了出来 叫嚣着 儿子 谁欺负你了 张家乐的哭喊声还在继续 可我却完完全全将其无视个彻底 满心满眼 都是我的心头肉 我女儿躲在老公身后 怯声声看向我 我的眼泪 无论如何也止不住了 西西 到妈妈这里来 她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一个劲地往后面缩 我老公是一个一米八的东北壮汉 此时也是热泪盈眶 将西西抱到了我的身边 在我触碰到她的那一刹那 我感觉到她竟然只穿了一件单衣单裤 现在外面可是零下三十度啊 她怎么会穿得这样单薄 还不等我出言询问 我嫂子罗兰率先提着扁单冲过来 贱人竟然敢打我儿子 我弄死你 我老公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一把扯过扁单 将她扔进了猪圈 我红着眼眶 看向母亲和哥哥 你们就是这样照顾西西的 我妈似乎也没有料到我们突然回来 面色有些不自然 但还是弱弱开口 这不是挺好的吗 挺好 你口中的挺好 就是任由张家乐欺负西西 就是冰天雪地里给她穿单衣 我历声怒吼着 整个人气得止不住颤抖 当初我抛下孩子出门赚钱 养活他们一大家子人 现在我的亲生女儿 却是被人如此灵虑 我好吃好喝地往家里游寄 每个月的生活费 更是只多不少 换来的是什么 是肥头大耳的张家乐 还有瘦小孱弱的西西 我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 抱起西西就打算往车里走去 我妈健壮 连忙在前面拦住 闺女啊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又何必这样闹呢 我闹 你看看你们究竟做了什么好事 我已经哭得气不成声 眼泪都已经与睫毛凝结在一起 我哥也冲上了阻拦 娟子张家乐欺负西西 是我没有照顾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教育她的 说着 她一脚踹在张家乐的屁股上 怒斥道 还不快点跟妹妹和姑姑道歉 张家乐不情不愿地走到我面前 说了一声 对不起 我不再理会 自顾自地向前走去 就在我即将踏出大门 只听身后传来一阵哭嚎声 老头子啊 你快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女儿 她三年没有回家 一回来就急着要走啊 不笑啊 你快显显灵 好好教育娟子 我脚下一顿 停在了原地 想起了我的父亲 他去世这么长时间 我还从未在他坟前上一炷香 我老公也将我拉住 小声劝道 算了 大过年的 总要回来看看咱爹 我们就住一宿 明天起早出发 我泪眼朦胧地看了眼兮兮 最终还是决定留在这里 晚上 村子里的其他亲戚 也陆续来到我家吃年夜饭 自我父亲去世以后 我便再也没有 看到如此热闹的场景 二叔 三叔一家全都来了 一大家子十几口人 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 我纵然心中有千万般怒气 但也不好在这大过年发作 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 从西西口中得知 他这两年多以来 一直被罗兰和张家乐欺负 我妈和哥哥 也都只是站在一边 冷眼旁观 谁也没有多说一句 怪不得 我从前像汤圆一样 白白胖胖的女儿 现在竟瘦成了蹄包骨 我将他死死抱在怀里 西西 妈妈错了 西西靠在我的肩膀 如孽着 妈妈 你以后还会丢下我吗 不会了 以后都不会了 妈妈带你回家 住大别墅 饭桌上 罗兰 罗兰对我冷嘲热讽 似乎在为我打她儿子的事情报复 娟子现在可是不一般 在家也能腰五喝六 简直是不把妈放在眼中 我妈看了我一眼 并没有说话 只是眼神中带着几分不悦 罗兰依旧自顾自地说着 不断地将矛头指向 我和老公 你们两个人穿得人母狗样的 是不是挣大钱了 哦 不对 恐怕是欠了一屁股债 灰溜溜地被人撵回来了吧 我正要拍儿起 是被老公安抚住了 他朝我摇了摇头 他知道 我心中对亲情的渴望 所以从进家门开始 就一直在安慰我 以免闹得太僵 罗兰还在喋喋不休 那张嘴仿佛是租来的一样 不断地搅老婆舌 他一直都是这样 东家长西家短地说着 这次可算是逮着我 自然不会罢休 突然 我感觉到对面 有一道不善的目光 正在死死地盯着我 我顺势看了过去 是张家乐 他怕是已经记恨上我了 正想着如何报复呢 果然不出所料 下一刻 我放在炕烧的手机 被他重重摔碎在地上 而他还在不断地拍手叫好 嘴里还念念有词 略略略 让你揍我 我脑海中 闪过一万种 教育熊孩子的方法 随后一巴掌 打在了他的后脑勺 张家乐没想到 我会突然动手 咧个大嘴嚎啕大哭 哇 哇 啊 罗兰一看见 他的宝贝儿子哭了 顿时一个剑步冲了上来 指着我的鼻子 破口大骂 小贱人 你两三年不回来一次 我为你养了这么多年女儿 你不知感恩 还动手打我儿子 他一边嘴里念叨着家谱 一边张牙舞爪地冲着我而来 我自然不会灌着他臭毛病 将心中隐藏的全部怒火 一起爆发 反手直接一把将桌子掀翻 重重地砸在他的脸上 顷刻间 整间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纷纷看向满身饭菜的罗兰 随着一声尖叫 罗兰将脸上的菜扒了下来 整个一泼腹样子 我妈和哥哥也都变了脸色 纷纷出言怒斥我 娟子 你非要在大过年这天 闹得全家鸡犬不宁吗 我妈语气不善 看向我的眼神中 带着几分怨对与冰冷 早知道这样 你还不如不回这个家 我哥哥也是满嘴脏话 差一点要对我动手 若不是有我老公护在身前 恐怕他早就已经像小时候那样 将我压在身下暴打 怀中的嬉嬉被这一幕吓坏了 哭着扑进了我的怀里 妈妈 我想跟你回家 这一句话 顿时让我紧绷得心弦断了 眼泪再一次止不住地流出 好 我们回家 我丈夫也前期我的手 温柔冲着我笑了笑 别怕 还有我在 我带你们回家 在场的众人都没有想到 我会在大过年这天 走得那样决然 一个个呆在原地大眼瞪小眼 罗兰尖锐的声音还在谩骂 让他走 一个穷逼也敢有这么大的脾气 直到我二叔家表哥忍不住 出言打断了他 你口中的穷逼 可是城里的大富豪 开了几百家连锁火锅店 什么 在我他出门的前一刻 我勾起嘴角冷冷一笑 本来 这次回来是想接他们一起到城里住 既然这帮人如此不知好歹 那我也乐得清闲 大年三十的夜里 我们一家三口迎着刺骨寒风 离开了那个小山村 我心里难受 压抑地喘不过气来 我不理解 明明是一家人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恶意 我与丈夫辛辛苦苦在外打拼 寄回来的钱足够他们高品质生活 可现在 我只看到一个个的恶意与嘲讽 丝毫没有半点亲情 罢了 终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自小 我便是被母亲打骂 被哥哥欺凌 只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丝慰藉 若不是因为父亲 我今天也绝不会留在那个家里 我偏头看向西西 发觉她脸上挂着浓浓的笑意 正与我老公哈哈大笑 也好 离开那个重男轻女的家 对我 对女儿都好 刚一到家 我便带着西西参观了早就为她准备的公主房 整个别墅足足有三层 西西笑着上窜下吊 似乎回到了两年前活泼开朗的样子 年夜饭我们都没有吃什么 老公贴心地准备了火锅 以及许多新鲜的食材 身为连锁火锅店的创始人 家里怎么可能没有新鲜的食材呢 大年三十晚上 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火锅旁 透过落地窗 看万家灯火 赏绚烂烟花 我想 这也许是家的味道 一日一早 老公早起准备好包饺子的食材 我与西西捏着面团 好不快活 很快 一大锅饺子便已煮好 蘸着葱花酱油 吃得美滋滋 突然 我听见门口传来一响 紧接着便是一阵急促的拍门声 娟子 娟子你在吗 我投过门口的监控 看到了妈带着哥哥一家 大包小果地站在门外 老公抱着西西 也问询赶来 我面色不善地把门打开 你们来做什么 嫂子一反昨天的态度 笑意盈盈地握住我的手 娟子 昨天都是嫂子不对 这不 今天来给你赔礼道歉 说着 她将她手中的那两袋 破橘子烂苹果递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侧身躲闪 冷眼看着他们一家人 哦 你的道歉我收到了 回去吧 说吧 我便急着要把门关上 不愿意看到这些倒胃口的人 我妈一看形势不对 忙站出来道 闺你呀 这大过年的 不就是图个团圆吗 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多住 初期走完亲戚就回去 他语气中带着几分请求 让我的心也不禁软了下来 哥哥也出言道 是啊 你看这大初一的 路上也不见一个车 你忍心把我们赶出去吗 罗兰见缝插针 不断地向我道歉 是嫂子不对 嫂子错了 我紧紧皱了皱眉头 让出来一条道 你们进来吧 初期一到 你们赶紧离开 当时我想着 好歹是一家人 事情也不能做得太绝 就留他们住两日罢了 可没想到 很快我就会为现在的举动 悔不当初 他们一进来 便将行李重重地放在地上 开始四处打量着 妮儿 看来你真是挣大钱了 竟然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是啊 妈 咱们家就数娟子最有出息 以后一定会把你接来孝敬你的 娃娃 玩具车 这些人第一次见这么豪华的别墅 一个个眼睛都放光 我让老公带着嬉嬉上楼去 自己独自冷眼看着这群人 心中不禁冷笑 这个罗兰 想得倒是挺美 这算盘打的 我在火星都能听到了 刚开始的一晚 他们倒是没出什么幺蛾子 一个个待在房间里 消停得很 罗兰也破天荒的勤快 张落了一桌子的饭菜 等到初二的晚上 我与老公正准备明年的工作计划 西西则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用停板看喜洋洋 与灰太郎 突然 我仿佛听到西西的哭喊声 吓得一个机灵站了起来 老婆 老婆 你怎么了 我的心脏跳得极快 仿佛要蹦出来一般 冷声开口 你有没有听到 咱们的西西正在哭 老公神色也变得凝重 随后与我一同冲了出去 直奔西西的房间 当我与老公下到二楼之时 西西哭喊叫嚷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心头一颤 与老公冲进她的房间内 眼前的一幕 顿时让我怒火攻心 只见 张家乐正栖身压在西西的身上 不断地挥着拳头 大喊大叫 把平板给我 平板是我的 西西的哭喊声极为凄厉 让人听着都不由地一阵揪心 这一次 我老公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将张家乐提起来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上去使劲地踹在她的身上 每一下都是发了狠 将张家乐踹得说不出话来 哎哟 我的宝贝孙子爱 我妈出现得非常及时 将张家乐护在了身后 我将西西抱在怀里 感受着她止不住地颤抖 轻轻地安抚着她 不怕 妈妈在 只见 西西的脸上带着几块淤青 嘴里不断地涌出血液 我慌了 连忙大喊 老公 快来看看西西怎么了 我老公一个箭步冲上了 眼圈有些发红 检查了半天 她才松了一口气 是牙齿出血了 倒在地上的张家乐 还在不断地叫嚣 让你不给我 我要打死你这个死丫头 此话一出 我老公再次冲向张家乐 但被赶来的哥哥和嫂子拦下了 二人疯了一般朝着我老公私打 战大雷 你要干什么 但是 他们夫妇岂会是我老公的对手 三下五除二 便被重重摔在墙上 一时间 房间内哀嚎不断 我妈夸张地大叫 杀人了 女儿和女婿合伙杀人了 我再也忍受不住 他们一家人 大声吼道 张家乐刚刚在打嘻嘻 你们一家人难道没看到吗 我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无赖道 小孩子之间吵吵闹闹 咱们大人跟着凑什么热闹 再说了 不就是一个破机器吗 给我们乐乐看一下 怎么了 你奶奶个腿 我老公大怒 一拳砸在了墙上 直接出现一个小坑 许是他们心虚 也或许是都被吓到了 罗兰辉溜溜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笑着开口 也不是什么大事 大家快睡吧 果然 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 都会有一个熊家长 张家乐今天对西西做出如此霸凌的行为 他们就这样一笑而过 真是罐子如沙子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半天才开口 你们明天全部搬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们 说完 我抱着西西和老公回了房间 认身后之人如何哭闹 我都无动于衷 我将他身上的伤处理了一下 心里揪着一般的疼 喘不过起来 一晚上 西西睡得都不踏实 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身体不注地打颤 都是妈妈的错 我心疼地摸了摸她的头发 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他们这些人全部赶出去 初三一大早 我便将所有人的行李 全部丢到外面 将张家乐提起来丢了出去 我妈和哥哥对着我破口大骂 罗兰甚至动起手来 将好好的花瓶 砸了个稀巴烂 我冷冷一笑 指着地上的碎片 这是清朝时期的青花瓷 价值五百万 陪吧 此言一出 他们三人顿时沉默了 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罗兰甚至一脸吃了屎的表情 看着我 满眼都是不可置信 这一个破瓶子 要五百万 还不快滚 不然我立刻报警 我指着门口 冷声道 这一次 他们再也不敢多说一句废话 灰溜溜地滚了出去 老婆 那瓶子不是咱们自己做的吗 此刻 门外的三人 此也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被我耍了 站在大门外破口大骂 引来了无数邻居开门旁观 但是 无论他们怎样叫骂 我就像是听不见一样 直到他们骂累了 才拖起大包小果的离开了 我也松了一口气 可算将他们这群人送走了 按照习俗 在初三这一天 我们应该要去走亲访友去拜年 我给西西穿上一件红色的小旗袍 梳了一个漂亮的丸子头 美美地带着她去了表哥家 刚一到楼下 我便听到噼里啪啦的放鞭炮声 一开始 我还没注意 以为是谁家为了热闹 放几个鞭炮硬洁气 直到 一枚小小的摔炮 落在我的脚下 将一块石头蹦碎 无数的小石子冲着我和西西 飞了过来 还好我老公反应及时 将我们二人护在怀里 楼下路过的人都纷纷躲避 甚至有人站在楼下 开始大喊 谁家往楼下扔鞭炮 不要命啦 随后 又接二连三地 从空中飞下来几颗摔炮 我连忙互助兮兮躲开 顺势向上看去 只见 张家乐正探着头 从五楼向下看 脸上带着几分阴逸的笑容 甩手又扔下来几颗 将路边的雪堆炸得四散 此刻的我 已经按捺不住心中那把大刀 将嬉嬉一把塞到老公的怀抱里 自己则是熊啾啾气昂昂地冲上楼 打算教训那个熊孩子 当门开的一瞬间 表嫂冲着我使了个眼色 眼中带着几分无奈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了过去 只见我妈和哥嫂三个人 正在人家客厅里鬼哭狼嚎 那场面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有多大的冤屈呢 大纲 我家那个不孝女 竟然将我们都赶了出来 你疏走得早 我命苦啊 我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 一时间也被惊到了 表嫂在我耳边轻声道 妹子啊 你快躲躲 别跟她们正面冲突 我冲着她轻轻一笑 随后拍了拍她的手 放心 交给我 下一刻 我大不留心地冲了进去 不理会我和她们一样的目光 直接推开阳台的大门 此刻的张家乐 还在自顾自地往楼下扔摔炮 嘴里还不断叫嚣 炸死你 炸死你们 那一刻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直接一把薅住她的帛领 上前就是几个大帛溜子 张家乐立刻发出杀猪一般的叫声 大喊着 奶奶 爸 妈 她又打我 客厅中的几人 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将张家乐护在身后 怒目圆睁地看着我 张大妮 你现在是翅膀硬了 竟然敢打我的宝贝孙子 看我不打死你 我妈像一个泼妇一般 鬼哭狼嚎地向我冲来 若不是有表哥表嫂拦着 他恐怕早就已经扑到我的身上 对我拳打脚踢 我站在一边 气不打一出来 指着他们大声道 这个熊孩子 刚刚在楼上往下扔摔炮 差一点炸到我们 什么 我此话一出 表哥表嫂也都震惊了 纷纷看向张家乐 乐乐 你怎么能这么做 这样很危险地 说着 表嫂就要上前 将她手中的摔炮拿走 然而 张家乐却是死死拽着不松手 胡乱踢的双脚 擦着表嫂的肚子而过 要知道 表嫂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 若真是被她踹到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纵然表哥脾气好 此刻也发了怒 大吼道 张家乐 你不要太过分 哥 你怎么能这么对乐乐呢 都给她吓哭了 罗兰丝毫没有意识到错误 语气中还夹杂着几分埋怨 此刻 就算我表哥和表嫂 有再好的脾气 都被这些人磨没了 张家乐还在一直叫嚣 手中摔炮一个个扔了出来 顿时 霹雳巴拉地声炸起 阳台的地方本来就小 再加上 她故意往我和表嫂的脚下扔 吓得表嫂不断向后退去 脚下一歪 差点滑倒 幸亏我眼急手快 将她稳稳扶住 马德 是可忍孰不可忍 书可忍审都不能忍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将挡在张家乐身前的哥哥推倒 从我妈手里将张家乐抢了过来 狠命地扇了几巴掌 我让你扔 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你 她不断地挣扎着 将摔炮照着我的脸打来 真是恶毒 我立刻松开她 向后躲去 才避免受伤 一颗摔炮冒着火星 落到了晾在阳台的衣服上 冒气浓浓黑烟 不好 快拿水 我连忙大声喊道 将衣服重重率先地上 表嫂抓起旁的矿泉水 浇了上去 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 经历这些惊吓 表嫂的脸色 已经十分难看 而一旁的罗兰 还在给她加油打气 对 儿子 干得漂亮 炸死她 烧死这些个坏女人 我妈怨恨地看向我 表哥表嫂 也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如此纵容张家乐 丝毫没有教育 她的意思 表哥冷下脸 沉声道 滚出去 大过年闹成这样 我家不欢迎你们 她一边说着 一边把他们往外推 我妈面色难看到几点 大刚 你难道真不顾亲情 大过年的 把我们往外推 是啊 你们家难道 就是这么待客的 我哥和罗兰 也在一旁叫嚣 不就是扔几个摔炮吗 有什么大不了 儿子 放心晚安 有什么 事儿妈担着 我再一次 佩服他们的不要脸 大过年的 在表哥家闹得鸡犬不宁 还差一点引起火灾 竟然还能够厚颜无耻地 说出这些话 真是奇葩一家人 就在场面一阵混乱之际 张家乐大叫一声 将整整一盒的摔炮 扔出了窗外 你做什么 我惊呼着想要阻止 但已经为时已晚 摔炮被扔在楼下 霹雳巴拉的声音 此起彼伏地响起 表哥再也忍不了了 直接怒吼 都给我滚出去 就在那些人 继续胡搅蛮缠的时候 突然楼下传出来 一声哭喊 随后 就是一群人 纷纷议论的声音 这是谁家 扔下来的爆竹 真是可怜 大过年的 竟然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究竟是哪家的熊孩子 给我下来 我心中生出了一个不好预感 一把推开他们 趴在阳台向下看去 只见 楼下围了一圈的人 隐隐约约 还能看到 洁白的雪地上 有一片暗红色 我心下一慌 连忙寻找老公 与兮兮的身影 发生什么了 罗兰妾声声的声音传来 点着脚想要看过来 表哥面色不善 转头看向他 张家乐扔得摔炮 好像炸死人了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呢 我妈一听 语调升高了几度 也趴过来看 哎呀妈呀 还真有血 快走 我们走 我妈抱起张家乐 就向门外走去 表扫兰在他们身前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你们不能走 这是逃逸 什么逃逸 我们可什么也没干 我搁耿着脖子 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我心中一直慌慌的 不看到西西 我不放心 就在这个时候 楼道妹传来了喧嚣声 我隐约听到老公的声音 很快 老公和西西带着一大群人 乌乌扬扬扬地走上来 指着张家乐大声道 就是这个熊孩子 是他扔的摔炮 沾大雷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罗兰上前一步 指着我老公的鼻子大骂 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出来 我亲眼所见 就是这个孩子扔的 我将西西抱在怀中 生怕他受到半点伤害 突然 一个绑大三粗的男子 怀中抱着一个满是鲜血的狗 走上前来 他将我的狗炸死了 我要他尝命 说着 就挥着拳头 冲着张家乐打了过来 罗兰看炸死得成一条狗 顿时松了一口气 大叫着挡在了张家乐的面前 不就是一条狗吗 何必发这么大火 我哥也是满脸不在乎的样子 畜生罢了 大不了我们陪你一只 陪 说得好听 你们陪得起吗 壮汉气的眼睛发红 隐约能看得热泪打圈 能看得出 他跟那条狗的关系很好 视为家人的那种 那狗狗的身上 穿着极为精致的衣服和小鞋 毛发增亮 一看就是被人用心呵护的 一条狗而已 有什么赔不起 给你二百块钱 够了吧 我哥从兜里随手掏出二百 扔在了那人的脸上 这下 可是彻彻底底把人惹火了 那壮汉抱着狗 浑身上下血淋淋的 挥拳就砸在了我哥的脸上 我妈和罗兰上前拉架 都不可避免地被痛揍了一顿 尤其是张家乐 被踹了十几脚 场面一时间不受控制 我表哥将嫂子和我们一家拉进屋 避免被波及 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看到自己的血肉至亲被揍 心中没有半点的担忧 倒是生出了几分痛快 他们一家就是嚣张跋扈惯了 这一次算是踢到了铁板上 警察来了以后 他们才被解救出来 一个个脸上都挂着踩 看起来狼狈至极 很快 我们也都一起 被带到警局询问 在坐上警车的那一刻 我心中无语至极 拜那一家老小所赐 这还是我第一次坐警车 谁家大过年的 还被带到警局 真是晦气 最后 警察要我哥哥赔偿十万元 那壮汉也因为打人 面临被拘留的处罚 那只狗 血缘正统 全国都找不出来几只 可以说是狗中贵族 然而 我那哥哥根本没有办法 拿出那么多钱 只能出具了谅解书 双方达成协议 我哥一家还要再赔偿人家五万块 我和表哥一家冷冷看着这一切 心里都长舒一口气 妮子 大刚 你们可要帮帮我呀 我哥甜不知耻地向我们求救 当然 我和表哥都是十分默契 装作看不见的样子 各回各家 好好的一个年 因为我哥他们一家 过得稀巴烂 幸好 他们一家人已经灰溜溜地跑回家 还将所有的积蓄拿出 此后的几天 我从表嫂那里得知 我哥将所有的亲戚借了一遍 最终只筹集到两万块 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 大过年去别人家借钱 他们还是独一份 我听着他们的下场 心中痛快极了 连饺子都多吃了好几个 然而 还没消停两天 我家里又来了不速之客 我妈 我哥 我嫂子 还有张家乐 那个熊孩子 再一次站在我家门口 妮子 快开门 这次只有你能帮你哥了 我在里屋看着监控 内心没有半分波动 甚至还有些想笑 我傻吗 还会让他们当冤大头 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 都绝无可能 张大妮 你一个女人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最后不还都是你哥的 你现在把钱拿出来 我们还能考虑 把这栋房子留给你 不然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他们的画自自句句都透露着笑话 让我和老公笑得前仰后合 我的钱都给我哥 给我剩个房子 不客气 这简直是我新的一年里 听过的最大的笑话 任他们如何叫嚣哭闹 我都不理会分毫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他们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初六那天 我和老公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菜 又又又又又又包了饺子 在我们大东北 过年是要连续吃好几天的饺子 不出正月 饺子不下桌 酒足饭饱后 我们一家人订了电影票 开着车直奔电影院 带到我们再次回来 就看见我妈他们抱着张家乐 坐在了我家门口 一看到我 便直愣愣地扑了过来 妮子 快点救救你外甥 她食物中毒了 我看向怀中的张家乐 此时的她面色惨白 嘴唇没有半分血色 出气多进气少 食物中毒 那你们送医院啊 来找我做什么 我挑了挑眉 满不在乎道 已经洗过胃了 我们身上所有的钱都用来治病 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你能不能 再收留我们一晚 罗兰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哀求着 我想起他们从前做的那些事 狠了狠心 不能 闺女 求求你 妈求你了 我妈老泪纵横 直接一下子跪倒在我面前 我也被她这举动吓了一跳 向后退了半步 心中有些酸涩 我老公健壮 急忙将她从地上拉起来 这样吧 别墅后花园有一处木屋 你们就住那里吧 行 我们不挑 只要有个地方就可以了 我哥连连点头 生怕我们后悔 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一家人 让老公安顿他们 自己带着西西回了房间 大早上 我就听到一阵喧嚣吵闹声 从楼下传来 我与老公对视一眼 匆匆忙忙地赶到楼下 只见 张家乐在一楼客厅跑来跑去 将沙发上的抱枕扔得到处都是 我妈和我哥一副大夜模样 盘腿坐在沙发上 将瓜子皮兔得满地 瞬间 我血压飙升 直冲天灵盖 差一点昏倒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谁让你们进来的 我精神有些崩溃 面对着阴魂不散的几人 恨得牙痒痒 我们看一楼的花园门没关 就进来了 外面实在太冷了 我哥善善开口 熊孩子不亏是熊孩子 昨天还奄奄一息的张家乐 今天就满血复活 在客厅里跑来跑去 就像是撒了欢的野狗一样 罗兰从厨房端出来一盘饺子 笑着招呼我们 妮子 大雷 快点叫嘻嘻起来 一起吃早饭 我看着她的样子 心中闪过一丝疑惑 站在原地愣了片刻 今天 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吗 一向刻薄的罗兰 怎么会如此反常 女儿兮兮打着哈欠 从楼上走下来 有些迷茫地看着我 路过餐桌时 罗兰拿起一颗滚烫的饺子 就打算往她嘴里塞 西西下意识地向后躲去 这才避免被烫伤 我连忙将她拉过来 道 嫂子 我先带着她去洗漱 你们先吃吧 张家乐蹦蹦跳跳地过来 奔着饺子就去了 还不等她上手 就被罗兰阻止了 不是刚吃过早饭吗 这些是留给姑姑他们的 张家乐被拉到一边 开始大哭起来 躺在地上撒泼打滚 我连忙拉着老公和西西上楼 总觉得她今日有些黄鼠狼 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当我们再次下楼的时候 那两盘饺子依然摆在饭桌上 冒着细微的白烟 快来吃吧 罗兰招呼我们坐下 将碗筷递了上来 西西拿过筷子 刚夹起一个饺子 便被张家乐冲上了 打掉了 随后 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双手并用往嘴里塞着饺子 顿时 罗兰脸上大便 上前从张家乐的嘴里 不断扣着 吐出来 你快吐出来 我妈和我哥也坐不住了 急急忙忙地冲了上来 将饺子从张家乐口中抠出 我被他们这奇怪的举动 弄得满头雾水 和老公大眼瞪小眼 然而 下一刻 张家乐浑身止不住地抽搐 口吐白沫 整个人昏死过去 叫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罗兰仿佛如厉鬼 一般大叫着 带到120来的时候 张家乐已经不行了 呼吸都已经变得微弱 直到他们上了救护车 我才从这场变故中反应过来 他们在饺子里下毒了 老公知道事态的严重性 急忙打了110报警 还将别墅内的监控都调了出来 就在昨天晚上 他们一家人住进母屋后 张家乐就立刻生龙活虎 一点也看不出生病的样子 他们足足密谋一个晚上 一大早便撬开了一楼花园门 将笛笛味注射进肉馅中 包了饺子 最令我心寒恐惧的是 这下毒的想法 竟然是我亲生母亲提出来的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们的计谋 想要下毒毒死我们一家 夺取全部家产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 我昏迷过去 那颗充满亲情的心 死了 当我再次醒来 警察已经把一切都调查清楚 抓走了我妈和我哥 只留下罗兰在医院 等着张家乐抢救结果 然而 他们下的是滴滴味 再加上摄入量过多 张家乐就回来的几率 微乎其微 最终 张家乐还是死在了抢救室 年仅八岁 我妈 我哥和罗兰 已投毒罪 故意杀人罪被抓走 以后的日子 他们恐怕只会在监狱中度过了 这一个春节 还没过初期 他们一家全部进了监狱 熊孩子也是自己作死 务实了 有毒饺子 最终没有活过这个春节 后来想想 我还是应该感谢 张家乐这个熊孩子 如果不是他生性霸道 将熙熙的筷子打掉 恐怕现在家破人亡的 会是我们一家 其实仔细想一想 也是极为可悲 我的亲生母亲和亲哥哥 静和谱给我们一家下毒 只为了夺取我的家产 丝毫不顾这么多年来的亲情 而更加可悲的是 在回家过年之前 我与老公早已准备好几处房产与股份 打算年后过户 也算是感激他们一家 对女儿的抚养与照付 可谁料到 人生世事无常 新的一年 还没过初期 一家人整整齐齐坐进了监狱 熊孩子也把自己坐死了 正月十五那天 我特意带了饺子 去监狱看他们 我妈和哥哥 仿佛老了十几岁一样 不断地向我道歉忏悔 罗兰早在前几日受不了打击 得了精神病 从医院楼上一跃而下 所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我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外面烟花绚烂半天 我与老公一起抱着嬉嬉 看万家灯火阑珊